是情人节 是一个很特殊的情人节 是一个 所有人都宅在家 特别无聊的一个情人节 说到情人节 不管它再怎么无聊 礼物还是要准备 你有没有给你的女朋友准备礼物呢 我在朋友圈里面刷到一句话 他这么说的 疫情期间还不忘给女孩子送礼物的 除了真爱 没有别的解释了 没办法 为了真爱 买 我准备的是2020版 比奥的限量款的一个口红 那个套装 我还没有送出去 我们先偷偷拆开看一下 拆开看一下 哦 你看 这么一个小包 长得像钱包一样 发现包装还不错 果然是奢侈的 金光财产黑金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拉开拉力 哦 里面有一扇镜子 一面镜子还有五支 五支 什么 我也不懂 这叫什么 一支口红 然后五支应该是里面的口红的那种心吧 能叫心 内胆 应该是说心 你知道 五支口红心 咱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这个一支主要的这种口红 这俩还蛮重的一点 不像那种普通的硬塑料 它好像材质方面还可以吧 其实我也不这么懂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 那么算仔细的去研究女孩子的东西 好奇怪 让开看一下 这边的五金光财产 正光瓦亮 这是什么颜色 猪肝色吗 那是 有没有猪肝色 这么一支 从来不懂 反正好神奇感觉 这涂在嘴巴上 能让人变得自信吗 难道 为什么女孩子会这么热衷于这种东西 完全不理解 再来看一下这五支内心 434 咱们来看一下 哇 这这就是什么 好像又是主干色 我感觉跟刚才的没什么区别 这是999 这个好像有点磨砂的感觉 跟手机膜一样 有点磨砂的感觉 涂在嘴巴上 使用声量的效果 咱就同色吧 这个是72772 又有点磨砂的感觉 感觉颜色都差不多 没什么区别 还是主干色 080 080 080 嗯 又是什么 这看是不是亮一点 又是大红色的 520 就是名字到挺应景的 520 又是这样的 哇 所有颜色我都看下来 在我脑子里 反正就一种颜色 那就是红色 除了红也没什么嘛 我觉得不能理解 都是红色 还要分这么多色号 这个吃饱撑的嘛 反正那边 你们说这样一支口红 一般来说能用多久啊 我记得我印象中应该一支口红可以用很久很久 但是既然能用这么久 为什么还是有很多女生会控制不出去买口红呢 一支难道不够用吗 用完了再买呀 我觉得不理解 不理解 真不理解 不过以女生的思维来想 她们应该是想 我喜欢就买 不管她用不用的玩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么 对吧 这样六支口 我觉得应该 用个一年应该没问题了吧 我猜测啊 纯属猜测 刚才几里呱啦讲了这么多 仅仅代表我这个直男内心的一点点疑问 请广大女性朋友不要来喷我啊 这仅仅只是我内心的一些好奇 不过说实在的 情人节嘛 还是希望送的人有心 收的人开心 反正就一句话 大家开心就好 人间不知人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给我点个赞加关注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有什么新奇的东西 想推荐给我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最后祝大家 情人节快乐 一定要记得买 review 拜拜